哈喽大家好 我是飞扬 8月26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指责中国 俄罗斯和土耳其有殖民非洲的想法 这惹得阿尔多安很不高兴 谴责马克龙的言论不可接受 其实马克龙这番话是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发表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访问阿尔及利亚呢 答案是能源 自从俄乌冲突后 欧洲便到处寻找天然气替代国 环地中海地区国家被列为首选 而阿尔及利亚在北非国家中能源储量又是首屈一指 它的天然气储量约4万亿立方米 排名世界第十 去年向欧洲输送了560亿立方米天然气 占乌蒙天然气进口总量的11% 欧欧战争后 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紧张 阿尔及利亚自然就成为了重要的备选 所以马克龙想让阿尔及利亚加大能源供应抵消 甚至最好是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 也就是说马克龙这次是去求人办事的 因为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非常特殊 它是法国殖民非洲的缩影 在法国殖民非洲的历史中 阿尔及利亚很具有代表性 法国对非洲真正的大规模殖民就开始于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 而法国在非洲殖民体系的崩溃的开端也是1954年的阿尔及利亚 世旧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 英法两国都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英国把目光对准了亚洲 而法国则选择了非洲 阿尔及利亚由于距离法国最近便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 1830年6月为了殖民阿尔及利亚 法国军队突然偷袭 阿尔及利亚当地统治者猝不及防 首都阿尔及尔失陷 尽管差距悬殊但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 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多次重创法军 恼羞成怒的法国调来了十多万军队 对当地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这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奥列德里亚事件 一个叫奥列德里亚的白白尔人部落 拒绝接受法国统治 跑到山洞里躲起来 法国人竟然堵住洞口放火 最终800多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 史称奥列德里亚大屠杀 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 法国在20年内屠杀了100万人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人口也不过600万 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屠杀过后 便开始进行本土化改造 包括强制推广法语 法国建筑和法国风俗 大规模移民等等 尤其是移民 法国先后向当地移民了数十万 这就是阿尔及利亚模式 法国跟英国人不同 英国人更注重殖民地的商业收益 对同化殖民地没那么上心 而法国则以阿尔及利亚为殖民蓝本 在殖民地进行同化政策 到一战前法国已经占据了小半个非洲 尤其是西非 大部分区域都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对法国极为重要 在那个年代 各国都把殖民地当成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殖民地越多 所拥有的市场就越大 而原材料也就越多 二战时戴高乐能带着自由法国打回本土 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殖民地出力 法国能在二战后坐上五场宝座 原因也是法国拥有众多殖民地 在非洲掌握很大的话语权 也正是由于非洲如此重要 所以法国人一直不愿意放手 后来法国在二战中被打残 连殖民地都看出来法国不行了 1954年阿尔及利亚就首先要求独立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也打响了非洲反抗法国殖民的第一强 在阿尔及利亚的带动下非洲所有的法国殖民地都先后要求独立 而法国为了镇压独立一度在阿尔及利亚增兵40万 但依然搞不定 法国庞大的军事开支也严重的拖累了经济 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决定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 由此打开了法国殖民地独立浪潮的大门 戴高乐可不是什么大善人 他只是知道法国无力继续统治殖民地 不如让他们表面上独立在间接控制这些国家 降低了统治成本还能获得实际收益 而间接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经济手段 比如法国对布吉纳法索的控制 1984年上台的布吉纳法索领导人桑卡拉 试图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他任内进行了土地改革 鼓励发展粮食生产 布吉纳法索的粮食产量 1986年暴增到200万吨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摆脱饥荒是很有希望的 但一个摆脱饥荒的布吉纳法索 势必给别的前殖民地国家树立榜样 让他们知道离开法国人也能活 那这就坏了 桑卡拉还提倡发展工业 鼓励人民使用自家生产的商品 并且试图对法国商品收高关税 法国人简直气云了 在法国的规划当中 布吉纳法索的定位是棉花产地 只要布吉纳法索安心种棉花 就无法实现经济独立 法国能容忍桑卡拉生产粮食 能容忍桑卡拉清廉 但唯独不能容忍它发展工业 工业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内生动力 从而摆脱对外衣服 所以法国人买通了桑卡拉曾经的战友 孔波雷 由于孔波雷干掉了桑卡拉 后来孔波雷自己变成了统治者 在孔波雷的带领下 布吉纳法索安心当起了原材料产地 以棉花为主要出口产品 2014年由于腐败无能统治时间过长 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加杜谷爆发了 针对孔波雷的示威 随后蔓延到全国 孔波雷政权迅速倒台 本人也逃往了科特迪瓦 今天的布吉纳法索经济基本靠棉花和黄金出口 其中棉花出口占GDP的45% 如此脆弱的经济形态依赖法国 被法国控制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除了布吉纳法索 法国对其他西非前殖民地国家也是这样改造的 马里靠棉花 科特迪瓦靠可可 尼日尔靠油矿出口 成为法国的原材料产地 比如法国电力70%靠核电 核电的原材料是油矿 而法国三分之一的油进口自尼日尔 法国的安海法公司 垄断了尼日尔的油矿开采权 在总体收益中 尼日尔政府只能分到区区5.5% 法国则独突了94.5% 净乎于白嫖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就说过 没有非洲 法国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它的收入主要就是来源于非洲 今天法国依然在非洲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主要还体现在金融和军事上 金融上的典型是西非法郎区 由贝宁布吉纳法索 科特迪瓦 几内亚比绍 马里共和国 尼日尔 塞内加尔 多哥 这八个国家联合组建 这些国家自己不发行货币 也没有央行 货币大权掌握在西非央行手中 西非央行名义上是由这八个国家联合组建 其实是由法国人控制 法国经常利用西非央行来为自身谋取利益 比如西非央行为了抑制通上 会减少对区域内部企业的贷款 企业在本国得不到贷款 而法国资本在这些地方是畅通无阻的 那当然本国企业就只能够求助法国 这样法国就可以利益最大化 除了西非法郎 另外还有由六个中非国家组成的中非法郎区 也是由法国控制 金融就是一国的命脉 非洲大陆一共也就54个国家 法国这就控制了14个 而军事上前殖民地国家 但凡有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请求法国进入 比如2013年马里北部发生叛乱 马里政府请求法国进入 后法国大举进入马里 展开代号为新月形沙丘的反恐行动 不久后中非一发生叛乱 中非政府也请求法国介入 法国又毫不犹豫的介入了 法国至今在非洲驻军有一万多人左右 别看人数不多 但充当打手绰绰有余了 通过军事和金融两个层面的手段 法国虽然仍控制着这些前殖民地国家 但随着法国自身国力的衰退 其控制力已经下滑 比如8月15日马里外交部长就写信给联合国 指责法国暗中支持恐怖组织 法国所谓的反恐行动是自导自演 侧面也反映出法国对非洲控制力的衰退 放在以前马里是肯定不敢这么说话的 当然了就算衰退了 但法国并不愿意承认 就如同衰落中的美国不断暴露出疯狂的一面 如果彻底失去非洲 那法国不仅从宏观上将滑落为一个区域强国 不能再白嫖非洲的资源 也会导致法国人的生活水平严重下滑 所以法国势必会不择手段 没有恐怖分子就创造恐怖分子 死死抓住这一切 如同前两年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所说 法国从未停滞 知名非洲 好了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大家拜拜